很多病患一听到要动脊椎手术 常常会因为担心而迟疑 其实如果经过医师的判断 可以采用微创手术 就有伤口小复原块的特点 让病患可以尽早恢复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有脊椎不稳定的情形 包括可能有脊椎滑脱 或是退化型的脊椎侧弯 需要进行固定融合的手术 其实现在可以考虑采用微创手术 脊椎微创手术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伤口比较小 然后肌肉破坏的比较少 所以它可以恢复的比较快速 然后椎间天数可以比较短 然后流血比较少 那病人可以快一点回到 它原本的日常生活 所以最常见的就是脊椎滑脱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 退化型的脊椎侧弯 这些都是很适合做脊椎微创 固定融合手术的适应证 脊椎微创手术之所以成为主流 最大的原因就是伤口比较小 传统的手术可能伤口会到10公分 但是微创手术大约只有3公分的伤口 自然复原也比较快 同样是一个腰椎四五节的滑脱不稳定的病人造成神经压迫 那我们传统手术的伤口可能会大概会要到10公分 甚至更大一点点 如果它是比较肥胖的病人的话 那如果说是我们用脊椎微创的固定融合手术的话 那我们大概可以把伤口缩小到3公分 虽然脊椎微创手术已经可以运用在各种脊椎的疾病 不过因为每个病患的情况不同 建议手术之前还是多和医师讨论 选择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记者房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